你是拉布,大家知道 想聽聽你拉布有沒有底線,有沒有選擇 假設,如果政府在會期尾的時候 推出一個你滿意的全民退保 不過就排在你不滿的版權條例之前 那你會放生還是繼續拉這個版權條例呢? 當然是爭取連任在下屆跟他再選賬 因為永遠都是在鬥爭 如果政府做出一個這樣的選擇的時候 其實政府就應該倒台 因為他們說拿一件事會對人有益 但有一件事就會有害 那你選不選呢? 先是你不滿意的版權條例 之後才到你喜歡的全民退保 那你會不會放生的版權條例? 當然是頂著版權條例 因為如果政府已經要做這件事 他遲早會做 那所有掌證都沒有了 那一屆隨時要等多幾年 但如果你通過版權條例 對所有人都有害 我再說一次 政府拿得上來的東西 已經是有公義的 他走不掉的 不過是卑鄙的意思 對卑鄙的人當然有智慧對付他 對我來說